美国总统大选倒数计时 下周又是尖牙科技股的重量级财报周 高档纠结的盘势 多空有机会表态吗 那就进入今天的DJ有事吗 赵丽从美股说起 这次我们访问到的国泰政企顾问分析师蔡明翰指出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仅存不到两周 近期代表共和党的川普民调拉伸 选情呈现五五波 让市场观望的气氛转浓 造成盘面的压抑 不过他提醒 不管是谁当选 历史经验来看 都对美国目前走多的气势 没有太关键的影响 以目前已经公布的企业财报来看 八成超过预期 而且公布后股价都有随之表态 倘若总经还有企业的财报 维持多方的格局 政治干扰造成的盘面波动 反而是进场点便宜的契机 他也说 下周包括了Google Apple Meta Amazon 微软等重磅级的科技股财报 都要出炉 对于AI后续的动能 会有明确的定锚作用 之前第三季 就因为科技大厂展望 让市场担忧 AI转弱 导致了科技股的股价修正 目前极有台积电法说 正是AI的狂潮延续 其他科技厂 是否也赞同大规模建制 能反映在AI变现的能力上 应该也对科技股 选后再回主流的气势 有关键的影响 再来是台股的热门族群 上周有些有阵子没有入榜的新面孔上榜 包括了电子支付 线上记者指出 主要涨势集中在股票一股拆十股的绿界 重新挂牌上市的绿界 除了股价变低 流动性变高 推动了涨势之外 另外转投资 国内线下刷卡机端末设备 市场龙头的京城金融科技 也将登陆新柜 增添了想象的空间 已经有阵子 罚人问津的IC载版 过去几天的股价也有表现 线上记者表示 除了售贵电路版的展会行前之外 领长的星星 景硕 两家公司 美系AI大厂的新品 将在年底陆续出货 基本面的展望上面 星星认为整体的市况 要到明年下半年 才会比较明显的回温 不过同产业的真顶KY 则有比较乐观的看法 目标明年集团的营运 就会挑战新高 第三个热门族群 是电子级的化工材料 包括据传拿下台积电 2奈米不少品项的达星材料 COAX概念股的三幅化 都有表现 线上记者认为 整个电子化工材料 明年需求还是看成长 特别是先进制成相关的个股 而股票代号1773的圣衣 因为2023年底 曾经有一波比较大的新产能到位 扩产的幅度将近一倍 可以因应更多的需求成长 未来三年成长的动能 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回到台股大事 26号是故国神山台积电的运动会 创办人张忠谋夫妇会亲自出席 也是现任总裁魏哲嘉首度主持运动会 线上记者指出 虽然运动会后没有既定的记者会 但外界还是会期待 创办人对半导体下坡局势的看法分享 另外就是对于近期干扰的华为事件 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说明 也是另个关注焦点 除了神山的运动会之外 下周也进入电子业法售的第一波高峰 金元代工大厂连电将召开法售会 线上记者指出 承受制程的复苏教育期的温吞 短期比较缺乏业绩的题材 另外封测厂商的日月光 以及历程下周要同步召开法售会 外界关注的焦点 还是不脱先进制程相关的产能扩充 其中历程早在2019年 就量产了第一条FOPLP的产线 现在要朝更高阶的消费晶片发展 目前已经跟AMD恰商游戏机 还有伺服器的开案 预计2027年推出 假设量产顺利 有助于加速历程从单记忆体的封装转型 记忆体厂商的望红 下周也有法说会 短期记忆体的报价看法较为保守 第四季的淡季营收将呈现纪检 但有机会持平去年 全年营收预期将呈现各位数的衰退 另外就是新品的3D NOR 还有3D的NAM 都将在本季陆续推出送样 明年有机会进入量产 下周也有多家IC设计厂商的法说会 龙头的联发科在发表了天机9400之后 市场关心旗舰机导入的状况 以及明年中国手机市场的成长预估 像是小米自研3NAM SOC的影响 预料也是法说会的焦点 以短期云域来看 外资预估联发科第四季渴望持平到小幅成长 高价股的普瑞KY 因为AIPC短期销售高峰近尾声 预期对于高速传输晶片的贡献也会略趋缓 明年只要看AIPC有没有新的亮点推升买器 也是PC供应链的锐域今年表现平平 不过线上记者认为 明年理论上消费者在疫情期间的购机 都要进入太幻的高峰 加上WiFi期明年渗透度提升 可以再观察对于锐域的贡献 MCU厂商的盛群也有法说会 线上记者表示 公司第三季的营收跟毛利率预估与上级相当 第四季的营收有机会年增 目前库存的水位也逐步改善 明年则要看伺服器风扇马达 低功耗的烟雾侦测器 以及美系客户合作光通性领域的新增贡献 IP厂商的致源下周也有法说会 公司第三季因为量产营收回温速度不如预期 营运较为弱势 不过线上记者认为 第四季首个2.5D先进封装专案将出货 营收应该有提升的空间 明年的贡献会更大 同样也是半导体族群的PA大厂文贸 也有法说会 市场关注中国手机需求修正 何时告一段落 线上记者指出 目前看起来市场对于第四季 中国手机PA的展望 可能还是会偏向保守 但应该不会再大幅修正 接下来则是要看 苹果新机第二波的拉货 以及安卓新机明年第一季的展望 光电族群下周也蛮热闹的 包括面板爽虎之一的 友达要召开法说会 线上记者表示 短期面板的报价还是偏弱 前三季友达营收成长 比较来自于新增任列并购 德国厂商BHTC的贡献 公司也持续发展行动解决方案 以及垂直解决方案两大事业 预计今年都会有双位数的年增 业外部分就是连续出售了台南 以及台中的不动产给美光大厂之后 后续也将任列不小的处分利益 中光电的光电本业相对比较平稳 不过参与了国防部的微型无人机 侦测型无人机量产购案评选 确定得标 两岸绝标的金额总共是22.2亿亿元 预期到第四季到明年会开始放量 挹注营运的动能 偏光板厂商的明基才也有线上法说 线上记者指出 短期公司的营运虽然落底 但还没有看到比较明显的回升 明年公司还是力推偏光板的高纸化路线 包括扩大OLED以及车用产品的贡献 另外就是医疗的业务维持高成长的目标 电源双雄的台达电以及光宝科 第三季的法说同天登场 线上记者表示 台达电第三季受惠于产品组合 外界对于毛利率有所期待 第四季也有机会跟第三季差不多 外界关注的焦点还是在 AI伺服器电源以及 艺人产品的出货量以及市占率的变化 另外就是明年度的营运展望 光宝科这几年在AI的布局 也慢慢地浮上台面 其中在散热的部分最受到法人的关注 另外就是电动车相关的回升力道 应该也会是法说会的另一个重点 PCB厂商的定义第三季的营收 优于预期 线上记者表示 公司泰国新厂在8月量产之后 9月随即就火灾 市场会关心火灾之后的复原情况 以及对于第三季获利的影响 连接器厂商的加币期 也有线上法说 公司近年被列为AI 以及挥打概念股 带动本益笔的跳升 目前公司对于AI伺服器 贡献的逐年提高 看法正面 今年营收获利应该也有机会再创新高 电声元件厂商的美率 受惠于耳机 以及扬声器的需求成长 第三季的营收创下单季次高 预期今年的合并营收 渴望年增将近两成 而且在产品组合的优化之下 最后净利有机会年增超过五成 相机模组厂商的置身 下周也有法说会 线上记者表示 因为消费产品持续疲弱 第四季营收不会有太大的成长 全年营收也看平 但获利有机会优于去年 近年新开发的产品跟客户 像是车队管理 社区安全 监控系统等等 外界人期待能够逐步发酵 软体厂商的训练也将召开法说会 公司看好AIPC的成长性 和Intel还有AWS 一起拓展AIPC的应用 日前发表首款为AIPC开发的 地端生成式AI行销软体 预计本季将陆续推出的新功能 另外也规划导入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点数制度 成为额外的营收来源 产产类股方面 下周工具锡大厂 雅德克KY要召开发说 线商记者表示 公司营运虽然弱底 但富足缓慢 新推出的线性滑轨 这两年的贡献不如预期 接下来公司营运 还是跟中国的制造业景气联动 做氧化新以及废弃物回收的钢链 下周也有法卓会 受贵于国际新家交去年同期走深 加上新增废弃物加温 前三季获利年增超过了七成 外界预估 今年公司的每股营运 将由去年的4.54元 大幅回升到7块以上 也支撑明年的高陷阱股力配发 民生消费类股的网家 远东SOGO下周都有针对 双十亿以及周年庆的记者会 其中网家确定获得同一入股 接下来营运合作的方向 格外受到关注 远东SOGO对今年周年庆 党期目标偏向保守 预估仅较去年为增 另外就是全家黑金咖啡变滤金 也有个记者会 将洗手国际永续的模范生 从咖啡产业链出发 共同开创新的低碳产品 最后是几档新股讯息 其中IC晶片最终成品 以及系统测试的设备大厂宏进 股票代号7769 要召开新会前的法说会 线上记者表示 这家公司所有的设备 都是自主研发制造销售 客户遍及全球 累积已经超过了 两万台的设备安装时机 最被关注的客户当然是NVIDIA 并且已经获得了NVIDIA的直接下单 今年公司有机会赚进三个股本 明年持续看望 类比IC厂商九昌 股票代号6720 也有新股媒体查序 线上记者表示 公司主要的产品为电源管理IC 以及马达专用与电流侦测的后IC 去年每股盈于1.96元 近年公司的营收都维持不错的增长 外界也关注明年的动能是否延续 联发科转投资的驱动IC厂商 ITHKY 股票代号6962 也有上市前的活动 不过线上记者表示 因为驱动IC事况还没有明显的复苏 题材面可能相对失色 设备厂商日洋转投资的明远 股票代号7704 也有上柜前的媒体活动 线上记者表示 公司包括了半导体设备技术服务 以及自由品牌半导体设备 子系统销售两大事业群 近年射频电源系统设备以节电的效能超过同期的6成 成功通过国际半导体龙头厂商的认证 成为8寸制程的标准配备 后续订单能见度良好 以上就是这周的DJ有事吗 希望对您的投资有帮助 念完了下周的有事吗 感觉记者的年底忘记又要来了 祝福我们NDJ团队吧 那就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